好,同学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某星球的平均密度跟半径分别是地球的0.1倍跟10倍 那星球表面,来表面圈起来 它的重力加速度是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多少倍 来,这个东西呢是某颗星球 那它的质量我们假设叫做大M 它的这个半径我们假设叫做R 我如果要算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其实本来名字叫重力长强度 那重力长强度叫做G G等于大G大M再除以R平方 那现在这个R因为你在表面 你跟地心的距离 这要算到地心的距离 就是这个星球的半径或是地球半径 好,那它没有给大M 但是它有给密度 来,密度,密度,密度 怎么样变成质量 再乘上球形体积 球形体积公式你把它背起来 叫做三分之四πR三方 密度再乘上球形体积 三分之四πR三方 底下再除以R平方 那R三方R平方约掉 那就G再乘上D G再乘上D 再乘上三分之四πR 来,其中这个三分之四π常数 那G是常数 那它有说 它说D几倍 密度是0.1倍 来,这边0.1倍 但是这个R是10倍 那0.1乘10 0.1乘10就是1 代表说一倍 一倍的意思懂 一倍的意思就是说 G是地球的一倍 G是地球的一倍 所以本题的答案 G是地球的一倍 答案选C就好了 答案选C 谢谢大家